HELLO 你們好 我是肥佬Ben Fan Sir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攝煮食的影片 多謝大家來看這個片段 我自己平時都很喜歡煮食 但如果是否專家 我又不是做得很厲害 只是喜歡吃 有時候會訓練怎樣去煮食 今天是第一次做一些比較簡單的食材 和大家分享 我又不是教大家怎樣煮 因為其實你在網上看 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教學的食材 教的食譜 是教大家怎樣做的 我只不過是用我的方法 看了不同的Youtuber 他們怎樣做 跟著就 根據他們的方法 就自己學一下怎樣煮 今天嘗試做這個西多士 之前我都鋪過一些照片 就說我自己學習怎樣做西多士 今天就做一些特色 我不是整件西多士 我做一些簡單一點 做一個一口西多士 因為這樣容易入口一點 而且方便去炸 用的材料其實跟我平常做西多士的材料一樣 都是有白麵包 今次主要都是用白麵包 因為我之前都試過用麥包 口感就不是真的很好 所以都是用白麵包 當然現在如果你有厚切的麵包就好些 但今次因為我太太就剛剛買了一些比較薄 但其實做出來的效果都是相近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所以都是用白麵包 因為今次我用了四塊白麵包去做 花生醬 這個是放在中間做餡 如果你不喜歡用花生醬 你可以用果醬 或者用其他的配料都可以 但我自己覺得西多士用這個 花生醬的配搭都不錯 還有蛋 因為今次我做四塊麵包 大約用兩隻蛋 就會比較好些 如果你夠了 你覺得一隻蛋都可以 其實都沒有所謂 只要足夠做蛋漿 兩隻蛋 加一點牛奶 我自己就偏好牛奶 也有些人說用淡奶 但淡奶我嫌他有點肥 因為剛剛雪櫃就有少少的2%的淡奶 我把牛奶 我把牛奶 再加雞蛋 其實已經足夠了 這裡有這麼多材料 已經可以做到西多士 當然了 還會用油炸 待會也會做過程給大家看 首先第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要切麵包 外面茶餐廳 通常的做法就是 先把麵包皮切掉 因為切掉 上粉方面比較容易 因為皮通常比較硬 你去蘸一些蛋漿的時候 可能會不會蘸得那麼好 和當日炸出來就不會那麼好吃 所以通常就把皮切掉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把皮很薄薄的 厚一點的地方 先切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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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方便 先切掉它 bau來麵包 我現在要切掉它 就可以切掉它 做完它 我先切掉它 把這個片段 小貓都喜歡吃麵包 我們有時就留點麵包皮給他們 有時可能他們不想吃其他東西 或者當點小吃 有時都會切麵包皮給他們吃 好像很壞 有些下難的東西給他們吃 但其實他們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他們都不介意的 好了,切了麵包,這裡有四塊 我們今天做一個一口多士 所以一口多士通常比較小 其實正式來說 只不過把麵包一開四 但當然,我們先會把麵包中間 塗好花生醬 塗好花生醬後,再切 我們先把花生醬塗在中間 其實多與少就適色而尊便 你喜歡多一點,厚濃一點的味道 否則薄薄地塗一點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要塗均勻一點 因為待會你炸出來之後 如果有些地方塗得不好 就反而吃不到那種花生味 那我就簡單一點 我塗一邊就算了 因為也不想吃得太濃味 或者太肥膩 就塗一點就算了 最重要是把麵包塗滿花生醬 因為如果塗得不均勻 可能會吃到一口 一口會有,一口就沒有 這樣就不太好 塗滿了 把麵包放在上面 現在就組好了 接著要把它一開 要開小一點 因為剛才也說了 我先做一口西多士 如果不是,你想做普通西多士 其實這個大小已經可以了 就可以把麵包拿去蘸蛋漿 但我現在做一口西多士 就把它切細一點 這個麵包大小 我一開四 好,即是把它做出八件 接著,現在就可以去蘸醬粉了 究竟蛋漿是怎樣做的呢? 就有兩隻蛋 我就拿了一個大一點的碗 因為待會會把那些東西倒進碗裡 之後就有牛奶 然後就把它打勻 這樣就已經攪拌均勻了 如果你覺得打完出來 好像剛才牛奶多了一點 你真的需要可以加多一隻蛋 我可以試一下 其實是可以的 我現在就把麵包抹在蛋漿裡 先把麵包放進去 我現在就把麵包放進去 我現在就把麵包放進去 希望夠的位置可以醃好 我繼續把麵包放進去 把麵包放進去 最重要是把麵包放進去 所以就把麵包放進去 每一個麵包都可以蘸到足夠的蛋漿 那些可能側面的位置 都要蘸一蘸蛋 否則 不然 入不著味道 就未必可以炸出來 就好吃了 蘸完之後 等它慢慢蘸一蘸 就可以拿去炸了 蘸好的蛋漿 就可以拿到爐裡炸了 通常就用來炸 我自己平時不是用很多爐 正式來說也不是用很多油去炸西多士 因為健康一點也不想用太多油 因為很多時候用完一次或兩次之後 油就不能再用回 所以我不需要特別浪費油 正式來說也未必需要用很多油 其實少少油就足夠了 我開了火箱給大家看看 開了油 我通常用Canola的油或花生油也可以 因為這兩個炸東西會比較好 有些油 例如我自己平時煮食 是用橄欖油的橄欖油 但那種高溫的時候就未必適合 所以我通常會另外買一隻Canola油去炸 所以會比較好 把油倒進去 不會倒太多 我們可能是倒進去 可以炸到半件西多士就足夠了 我稍後給大家看看 開了火 讓它慢慢烘熱 我們就可以拿去炸 大家可以看到油不是太多 你可以大約浸到半個西多士的尺寸就足夠了 因為其實你用得多一點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用很多油 這樣吃成塊去炸 其實外面的餐廳 多數都是用好油爐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油爐 整塊就炸 但我其實不是正式用炸的形式去做西多士 其實是用半煎炸的形式 所以用少許的油已經足夠了 而我平時做廣東炒麵 要煎一煎或炸一炸麵的時候 其實用的油都是相近的 我也是用一個尺寸的煎餅 用一個大約爪 可能是半吋的這麼高的尺寸的油 已經足夠可以做到 只不過要反的機會就要多一點 要不停地反 讓兩邊都受到炸麵 甚至我們平時用筷子夾一夾 炸一炸旁邊的邊 令它脆口 現在就讓它燒紅了油 因為我們怕油會用太紅的火 就未必會炸得好 因為很快就會令到西多少炸 我們通常調到油不要太熱 可能中火就已經足夠了 但不要太小的火鍋 因為炸小的火鍋 它炸不起來的時候 反而會令到油會吸進西多士麵包裏 所以中的油就可以了 其實你想試一下 你放筷子下去 你會見到它已經開始有少少氣泡了 因為我筷子頭剛才用來攪拌蛋漿 你會看到它已經開始炸炸的 有些氣泡 其實意思是這個油都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預備了 我們就拿回西多士 剛才浸了西多士過來 我們就預先之前 也要拿好一隻碟 還有拿好一張截子 放在旁邊 待會我們用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放在一起就瓊油 我們好像油都好像高了一點 炸中火 我們預備就可以開始了 我們逐塊把它放下去 當然就要快手了 因為如果你全部不是一次過放 你就要預料到哪一塊炸下去 哪一塊沒有那麼炸下去 我們先試一塊 都可以了 好處就是你不用太多油 因為某鍋的煎片也不用太大 因為這些尺寸比較小 但不好處就是要保持油溫 還有要保持炸焦 因為有些可能要多了幾塊東西 要去兼顧 有時候會很小心 有些可能會炸焦 有些就還未準備好 所以現在就放下去 要小心一點 現在你慢慢等它炸一下 大約30秒左右 你就可以試一下看看它能否反轉 也要看看它 那邊開始炸了OK的味道 其實如果差不多OK 你就可以把它翻過去了 大約你計算30秒左右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把它翻轉 如果還未完成 其實30秒之後 如果還未準備好 可能油溫度不太高 你可以翻轉之後 炸完一遍 再翻轉一遍 再炸都可以 循環地炸都可以 所以就不一定 哎呀死了 炸不到 如果翻轉了一個 其實可以的 可以翻轉其他一點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不要想吃得那麼焦 而且油其實都很新鮮 有些新鮮油來的 所以你不會特別 看到它炸到很焦 那為什麼外面的會炸到很焦 可能因為油就不太乾淨 而不是經常換 變成油就會很像 就會炸出來 會變得深啡色 現在這個其實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現在慢慢等它提炸 炸多大約30秒左右 如果你喜歡可以再翻轉它 因為現在這個油的高度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半了 其實正式來說 我們又不需要特別去炸它旁邊的邊 但如果你覺得好像不是很適合 旁邊的邊好像不是炸得很均勻 你也可以把它逐個拿起來 就像剛才這樣 可以幫它炸 炸邊也可以的 但暫時我還未需要煮 讓它慢慢炸 炸到差不多兩邊都金黃了 如果覺得另一邊可以了 又可以翻一翻 等它不停地翻 令它兩邊都能夠炸得均勻一點 那出來的效果就更好看 真的我不是用很多油 真的用了很少的油 就已經可以做到這個 所以其實你在家裡 自己都可以做到的 那當然啦 做完之後 你炸完之後 那些油 其實都因為新油 和蛋 因為我們只用來炸蛋漿 其實出來的油 都不會太過髒 不會太過令到它很軸 所以其實都還可以用回 我有時候就會拿這個油 再會可能炸 用來做其他東西來炸 炸多一次 炸麵 或者是做其他的浸 有時候我真的需要 我用來炒一下 都沒有問題的 一次半次可以的 但如果你已經炸了兩三次 那我就不太建議大家 再用這些油 因為其實 你這些油 用了兩三次之後 不是因為 除了因為它裡面 已經有很多雜質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已經炸了下去 之外 其實會令到油 受熱的程度會變差了 所以你炸出來的東西 可能會不會太容易 提升到油 你反而不是炸出來的東西 會那麼好 這些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隨時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拿好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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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一張 淡油的紙 然後再用來吸收油 現在就炸了 把它放出來 因為真的會有比較多油 而且你剛才炸 就好像很硬 但拿了出來之後 其實已經開始會軟 一定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現在我只不過是把它 慢慢讓它 輕輕輕輕輕 因為也有很多油 你看 將紙已經開始肥了 但也好一點 因為剛才我夾起的時候 已經輕輕輕 變了就不會把油帶過來 但如果你用匙巾 或者夾起來 可能會連油也帶著 現在我把它翻回去 現在把它翻一下 讓它勾一下 上碟就可以吃得了 現在就炸好了 然後把油搬起來 現在可以把它搬回到碟裡 要做的一口西多就已經做好了 平時我會加一些糖漿 然後就可以點來吃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方便很容易做的小食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難做的 但是需要少許時間或者試 尤其是試油溫那方面 因為最重要是油溫方面要做得準 千萬不要用大火 要用中火 因為如果用大火很快就會把那個東西煎焦了 但裡面可能還未完全炸熟 所以要用中火慢慢煎 還有我也鼓勵大家順便用新少少的油 不要用千年油或者萬年油 因為你會令到那個東西更加黑 但可能就未必和對身體都不太好 所以用新的油 但剛才你也看到 我不是用很多的油 用少許的油 就已經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其實都是OK的 當然你說不是很健康 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其實都可以用一些我們叫做 AIR FRYER 氣炸鍋做都可以 但是出來的效果我曾經試過 就未必是我自己想像中那麼好 始終用這個油炸的方法 好像是出來的效果是成功一點 所以我兩樣都試過之後 都是覺得用這個方法最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真的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跟著這個做法 都是那一句 我只是提議 我不是什麼高手 我不是什麼專家 只不過是我喜歡吃 自己試一下 去做一些不同的方式 慢慢試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效果是最好 所以就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希望大家都喜歡 好脆喔 好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